几楼啊 你这爬 要爬什么 带着小孩 四楼 爬不上去 买买的爬呗 我家在七楼没有办法 我们都是爬楼梯上去 四楼 人超级多 根本都坐不上电梯 三楼 然后等太长时间了 还不走楼梯 说起电梯 郑州厉海绿洲花园小区 25号楼的业主们都是苦不堪言 人难题 现在位移的一步好电梯 但是还紧张坏 然后这是总体 总体已经坏了 有一年多 因为不弄湿 然后这个是飞梯 上周四左右才坏掉 一栋楼二一层 有三百多五 现在就一部电梯在运行 每次到上下班高空期间 一部电梯绑压着都下不来人 三部电梯目前只剩一部 能够正常使用 确实给这些住户的出行 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 这个电梯是不是正在维修轴 看里面一直在想啊 他们可能在上面维修呢 随后 记者跟随这位业主来到了二十楼 在现场确实有一位工作人员 正在维修电梯 虽然北梯经过维修调试 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郑州历海绿洲花园小区 二十五号楼的业主们 对此还有疑问 去年七月份说换了 之前都没有换称 维修基金上 前阵都已经选过 选他们上运公司换了 咱现在都已经走到换梯的环节了 现在走到哪儿的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咱们帮忙去问一下 那个电梯这个换梯走到哪个卡 哪个环节 为什么不往下进行 让你们帮忙去敦促一下 那咱去物业看一下 好好好 郑州历海绿洲花园小区 二十五号楼的业主 已经启动了使用维修基金 更换中梯和北梯的程序 最终也确定 由河南上讯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承担该项目 基本上咱程序已经走完了 它为啥拖了那两个时间 因为它这个程序比较慢 它必须业主本人在手机上 登上小程序上 别确认签着 那个都签过来 都走过来 现在是走到哪一步 是为啥要卡这 现在你让我们业主情绪很难 都在生气 天天的电梯 因为坐个电梯 理解理解 你天天爬九楼 你让二十楼怎么 爬二十楼 那老人小孩比较多 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多处 它毕竟是一个公司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咱口头说的 现在需要最后的维法公司 这一块 马上都给人家厂家 就来订货 前期因为他们这个资金问题 他们不是推动的慢吗 因为它牵扯到 不是咱一个电梯 咱小区的好几部电梯 都换新梯来 不是这个仅仅二十五号楼 这两部电梯 是它换新梯是咱一九号楼 咱好几栋都换新梯来 虽然物业公司的 这位工作人员如此解释 但是郑州利海绿洲花园小区 二十五号楼的业主们 更关心的是 电梯的更换进度 我们过来找你 也不是说是故意难问你 我就说让你们 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联系 尽快催促他们 尽快给我们换 我们是在 上月四号五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他们 电梯回报公司 又下过寒了 四五号之前 咱一定把这个 具体他们这个 实施这一块 给咱大家 业主导在群里的 去公开 行行 那到到十五号了 我希望大家